于是因为加到她的微信而感到兴奋自豪 李荣浩在节目里公开帮老婆杨成名追星 她是韩国顶级女团Blackpink成员 人称人间芭比的宝藏女孩Lisa 官宣搜了出道话题秒灯趋势第一 随手发布一张广告照 不到24小时点赞就超过了800万 韩流爱豆因子粉丝量第一 1997年出生于泰国贵族家庭的Lisa 14岁就打败了4000名选手 拿下了唯一一个去YG当面牺牲的名额 最终凭借全A的考核成绩出道 成为了YG唯一一个外籍出道的爱豆 在韩国不仅不受公司重视 还遭到了无数的打击和歧视 Lisa出道便掳获大批粉丝 却也因种族歧视遭到全网黑 而公司对于这位外籍艺人并没有过多期望 对她的资源分配更是不靠谱 一开始安排的代言都是小众品牌 甚至还让她参加韩版真正男子汉 因为素颜出境和外籍人的身份 导致两年蝉联亚太最美面孔第一名的Lisa 被恶意攻击向东南亚大嘴猴 说她长相像泰国小泰妹 纷纷吐槽她与化妆时的模样大不相同 甚至这件事情还在TG进行电视台播报 这无疑给Lisa一击重锤 而Lisa也默默选择了隐忍 背后却更加努力练习舞蹈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一个信仰之月 更是让Lisa登上17个国家的榜单 一天就涨了300万粉丝 这一跳也直接把她送上了事业的巅峰 有人统计过 她只要多跳一次舞蹈 粉丝就会上涨300万 舞蹈机器也是众人给她的称赞 她一块表207万 家里劳力是一箩筐 还有好几只卡蒂亚 Lisa是妥妥的万表博物馆 一块万表是普通打工人三年的工资 初阶不带珠宝 但劳力士不能少 被网友称作是人间富婆 怎样捕捉这样Lisa 只要说出买米党卡 买米党卡因为中文 我没钱 是和粉丝相认的暗号 富婆Lisa常常说自己没钱 这未免也太反而赛了吧 而就在去年 富婆Lisa却被人骗走了600万 被骗原因是 因前经纪人爱赌博 债务累积后 便把心思放在了信任她的Lisa身上 再加上团队 其他成员的父母都在韩国 只有Lisa的父母在遥远的泰国 因此成为了被骗的目标 Lisa因为新人时期 就与该经纪人合作 尤为信任前经纪人 像朋友 更像亲人一样相处 没想到最后 A某会利用这种信任 用替Lisa打听房地产的名义 得到巨款 公司彻查了此事 追回了部分的钱款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Lisa被网报那段时间 还惨遭死亡威胁 不但把Lisa的照片 劈到了墓碑上 更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武器 只要Lisa敢再次上台表演 就会对Lisa做出实质性的伤害 那之后不管去哪 都被数十名彪悍的保镖包围着 就连去法国看秀也不例外 把孔雪儿骂走 点名批评奶万 软萌的Lisa指导选手时 却黑脸不留情练 因为她的出道之路 要比选手出道之路艰难得多 Lisa出生泰国的名门望族 母亲二婚 还嫁给世界顶级厨师 从小她就读学费昂贵的贵族学校 但Lisa却得K-pop感兴趣 梦想做一个唱跳歌手 好在父母都支持 Lisa本人也非常努力 不分昼夜的练习舞蹈 小小年纪就参加了各种舞蹈比赛 14岁 有一个远赴韩国当练习生机会 当时韩国三大娱乐巨头之一YG 在曼谷设置了选拔所 参加比赛的选手有4000多名 而Lisa突出重围 拿到唯一一张去韩国的机会 从此开启5年的练习生之路 刚到韩国的Lisa只会一句 你好 日常的基本沟通都无法完成 本来练习时间是 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 但是一个人生活实在孤单寂寞 所以她干脆一个人练习到三四点 好在努力换回了出道的名额 2016年 她成为公司中第一个 作为Blackpink宣传出道的成员 原本形势一片大好 Lisa却被公司安排参加军旅综艺 丝毫没有顾及她泰国人的身份 作为一个泰国人 教官却要求大喊韩国的宣言 再加上节目效果 嘉宾必须素颜 韩国网友们直接把她骂声热搜 骂她丑 骂她是东南亚丑女 事情越演越烈 连泰国当地的电视台也在播报这件事情 但是Lisa却没有在乎这件事 继续努力练舞 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同公司的王嘉尔也曾经 发布过一个跳舞视频来鼓励她 面对之前的种种风波 有了许多明星好友的安慰和鼓励之后 Lisa又重拾了自信 她珍惜自己的出道机会 所以才对学员这么严格